第137集 果然是强者啊 对付我这个凡人 招招致命 叶凡 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 双手向前叹去 瞬间牢牢的抓住掌刀与笼爪 用力一扭 顿时传出骨断的声响 江峰神色惨然 剧痛让他冷汗长流 砰砰砰的 两人的脚下也飞快的碰撞了几下 发出沉闷的声响 江峰亥然 他感觉双膝碎裂了 再也难以站立 胡同一声 跪在了地上 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挫败感 他愤怒的想要发狂 堂堂神桥境界的修士 竟然没有凡人的体魄强横 让他难以相信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这样跪我 真是让我受之有愧 还是起来吧 叶凡倒退一步 猛力挥动巴掌 重重的 地上抽在他另一边脸上 留下一个清晰的血色纸液 江峰的口中喷出了一串血化 一下子倒翻了出去 再一次摔倒在乱石堆中 再也难以站起 他咬牙切齿怒视叶凡 休再操 觉得我羞辱了你吗 这算什么 两年前你们一心想取我性命 将我追杀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你这点屈辱算得了什么 叶凡大步地向前走去 是该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你扬言杀我的时候 我也做出了决定 要取你的性命 七八条高大的身影 快速地冲了上来 挡住叶凡的去路 刚才早就有人想要出手了 但是却被江汉忠拦住 他想看看叶凡的体魄 到底是有多么的强横 叶凡毫不退缩 继续地向前走去 第一个人向他出手时 他如一道闪电般避开 伸手探出咔嚓一声 折断那个人的手腕 一把将那瓶血量的长剪 多了过来 他反手劈去 剪光横扫 扑的一声 血光蹦剑 一颗头颅 顿时滚落了出去 当我者死 叶凡持剑扫尸众人 脉大步前行 双眸凌厉无比 刷刷刷的 树洞人影将他包围 有的人持长矛 有的人握利剑 一起向着叶凡出手 强强强的 叶凡快如流星 具有蛟龙之力 手中的利剑 闪烁着多目的光滑 将其他人手中的兵器 全都震飞了出去 长剑力气 扑的一声 将一名骑士 活生生的剁为凉拌 鲜血长流 翻手一撩 堂血的利剑 快速后斩 当场将一名 修饰的头颅消禄 横飞出去十几米 才坠落在地 无头尸体喷血 种种的摔倒在尘土中 谁敢拦我 叶凡扫尸那些人 快速的跨出树部 低血的神剑血斩 那名冲上来的修士 顿时被血肩斩断 扑通一声 栽倒在血泊中 所有人神情都呆滞了 叶凡太强横了 力大势猛 那柄堂血的长剑 在他手里 似重于万军 心本无法撼动 简直不像是剑 而像是山岳一般 叶凡一剑震出 直接令阻挡在前的 那名修士崩立 强大的力量 直接摧毁了 那个骑士的躯体 四分五裂 鲜血狂洒 他一步迈到乱石堆中 举剑向前劈 当地一声巨响 江家的长老江汉忠亲自出手 以一柄长矛 震开叶凡手中的力剑 抓起江峰 倒退出去十几米远 叶凡心中一灵 这个老家伙很可怕 虽然不能施展神通 但身体的强度 却不比他弱 实在是让人吃惊 要知道 他腐蚀过圣果 晋升入命权境界后 药力渐渐化开 肉鞘强横到了 极其恐怖的程度 真是没有想到 江汉忠脸色冷漠 凝视着叶凡 一个凡人服食圣药后 居然可以强横到这种程度 圣药明不虚传 难怪自古以来 就在东荒流传 你们也是从凡人走过来的 张口凡人如何 闭口凡人如何 充满蔑视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真以为自己是神奇了吗 叶凡大不向前 手中神剑堂血 拖在地上前行 逼试江家的长老 你们视我为蝼蚁 想让我去送死 给你们采摘神药 真以为 可以支配世间的一切吗 很好 江汉忠目射齐光 他并不动怒 反而露出淡淡的笑意 你越强横 说明你吸收的药力越足 应该可以挡住荒谷深渊 诅咒的力量 采摘神药等若 多了几分成功的希望 你以为可以控制我吗 太自以为是了 叶凡快如闪电一般向前扑去 江汉忠 独手把江峰扔了出去 被其他修士接住 他吃长矛 向着叶凡洞窗而来 狂猛无比 似要击碎虚空 风貌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当了一声 叶凡以手中长剑割挡 发出刺耳的金属颤衣 像是两座铁山撞在了一起 震得所有人耳骨嗡嗡作响 长剑如红 叶凡横批树斩 像是在挥动着一座大山 士臣力猛 不可阻挡 像汉忠手中的长矛 似可以挑飞山越 力量雄混 狂猛无比 如一道闪电 在肆虐虚空 哗的一声 突然 叶凡如一道点光一般 一下子冲了出去 直接扑杀向人群中 目标直指江峰 说明骑士阻挡 全都感觉很憋屈 有神通不能用 却只能以这种最古老的格斗术对敌 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 他们觉得 若是可以动用神术 抬手间 就可以让叶凡灰飞烟灭 叶凡冷漠无比 神剑如蝶 直接将一名凶士的头颅斩飞 长剑寒光四十五 叶凡力劈而下 将另外一名修士 断为两半 哭的一声 力剑唐邪 将一名修士的心脏洞穿 鲜血喷咬 叶凡简单而又直接 如入无人之境 但凡阻挡 一剑皮杀 血光蹦解 没有人可以抗衡 他一把将江峰抓在了手中 如一缕青烟般冲出人群 将汉中的长毛 冻穿过他的残影 积在了虚空中 连他的衣角都没有碰触到 两年前的账 今日向你收回 叶凡说完咳嗨一声 非常干脆的扭断了江峰的脖子 将其扔在地上 江峰死不瞑目 嘴角不断溢血 眼睛睁得很大 堂堂神桥境界的修士 竟被他眼中的凡人 扭断脖子而亡 他带着屈辱与绝望 停止了呼吸 李小曼 周易 林家等人 全都震撼无比 心中充满了不解 万万没有想到 叶凡会这样的强大 他们揭露出震惊的神色 在这一刻 遥光圣地的老骑士 徐道林 姬家的长老姬云峰 江家的长老江汉忠 同时向前逼来 将他堵在当中 叶凡非常镇定 他的神权并没有枯竭 有这样的杀手解 他无拒任何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小曼